特朗普与库德洛海外网 背后插美国一刀 扬言若任何外国领袖与总统特朗普打交刀实在有恶意 地狱将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留给他们 纳瓦罗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说 每一个与特朗普进行不诚实外交 最后还试图背后捅刀子的外国领导人都会下地狱 纳瓦罗在回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针对美国征收侮辱性的关税的指责时 做出了上述回应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库德洛也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话是背后捅刀子 据早前报道 当地时间9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G7峰会上发表联合公报称 将共同致力于打击贸易保护主义 但特朗普随后发推指其发表了虚假言论 并指示美方代表不要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特朗普表示 基于贾斯汀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虚假声明 以及加拿大从美国农民 工人和公司身上抽取的巨额关税 我只是我们的代表 不要批准公报 同时我们考虑对充斥美国市场的汽车征收关税 特鲁多办公室随后对特朗普的推特做出回应 我们关注的是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所取得的所有成就 总理没有说过以前没有说过的话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 还是在与总统的私下谈话中 海外